圆明会日前办理2023年世界母语日 原著民族语言复赠颁奖典礼 即原著民族语言发展会议 秀林乡公所示表现亮眼 即去年荣获了推动主语机关奖之后 今年是再一次荣获了 原著民族语言发展实施计划 特别讲的殊荣 向掌王玫瑰代表秀林乡公所来授奖 并且高兴地表示 再一次地感谢圆明会 能够让大家看得见秀林乡公所 这么多年来努力的成果 而如今主语句型词典中册 也即将在今年出版 还有下次的部分也会尽快地来完成 秀林乡公所表示 这次得到特别奖 最终要感谢所有支持 以及协助公所推动语言文化传承的部落齐老 主语老师 公所团队以及响民代表 让有效推动主语复兴发展 这份特别奖荣耀要献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付出和努力 最后一次再感谢圆明会 秀林乡公所作为太罗格主文化领航的角色 是很高兴我们公所又再次荣获 原著民族语言发展实施计划的特别奖 那也谢谢圆明会给我们公所这么大的鼓励 那公所这几年都有持续在推动族语的工作 像我们有编辑委员 那我们工作自力推动我们编撰我们族语的字典 今年是在做中册就是中册出版的一个计划 那今年会预计出版 那我们还有做族语的口袋书 还有初级中级高级的一些族语课本 再来就是我们每年都会规划一些族语的课程 不管是初级中级 那甚至是对族语老师的真人研习的课程等等 那我们都会规划这一系列的课程 来给乡民做一些资源上的利用这样 我们会表示 既去年秀林乡公所荣获推动族语机关奖 今年又再次获得肯定 荣获族语推广以及具贡献的特别奖的殊荣 再次感谢原住民主委员会 能够让大家看见秀林乡公所多年努力 记得以往学校报导